大家好,今天我来画一只白头鹰。 白头鹰,又称白头海雕,是北美洲特有的一种大型猛禽。 成年体长可达1米,一盏可达2米多。 体重3-6公斤,磁性体积比雄性大25%左右。 成年白头鹰的身躯呈棕色,尾部和头部均呈白色, 其红膜,呈鲜黄色,脚呈爪状,嘴部呈钩状。 白头鹰的食物主要是鱼,捕食时会突然从高空往下俯冲, 然后用爪抓住鱼,把鱼从水中拉出。 它们是飞行的能手,在抓着猎物飞行时, 食速为48公里每小时,滑翔时的飞行速度最高可达70公里每小时。 白头鹰在4-5岁时,就踏入性成熟的阶段, 会常常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进行繁殖。 白头鹰的潮是北美地区,所有鸟类中最大的, 深度可达4米,直径可达2.5米,重达1吨。 白头鹰为什么会是美国的国鸟呢? 在1782年6月20日, 美国总统和国会通过决议律法, 选定美洲特有的白头鹰,为美国国鸟。 在议会上,曾一度引起激烈的辩论,反对的最厉害的,是富兰克林, 他认为,途鹰在亚洲和欧洲声名狼藉,此种鹰虽然是美洲特产, 但它的特性,美国大部分的人并不清楚。 他并建议以野火鸡为国鸟, 但未被国会通过,因为会议上的人都认为这种老鹰, 美丽庄严,同时老鹰是空中之王, 非常适合代表美国立国精神的伟大, 所以多数的人都同意把白头鹰当国徽。 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国徽, 还是美国军队的军服上, 都描绘着一只白头鹰, 它一只脚抓着橄榄枝, 另一只脚抓着剑, 象征着和平与强大武力。 虽然是美国国鸟, 但曾经差点就灭绝了, 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, 因为美国本土为了农业生产, 大量使用一种较低低剔的农药, 这种农药会污染水体, 同时让鱼类中毒身亡, 白头鹰使用了有毒的鱼, 也会中毒, 造成白头鹰几乎在美国本土区域性灭绝, 好在1972年禁止使用之后, 数量得到恢复。 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相当多, 并正是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宾威物种列表中移除。 1995年7月12日, 美国鱼业鱼野生动物管理局, 正是把白头鹰的状况, 从冰尾改为受威胁。 好了, 今天就说到这里,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 请关注分享点赞,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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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谢谢。 。 。